肉馅的饺子包子怎么调鲜嫩多汁 我家隔三差五都要做一次 孩子大人都特爱吃 首先猪肉馅要选三肥七臭的 然后呢我们把泡好的花椒水放凉 给它少次多量的往猪肉馅里加 一边加一边顺时针的搅 再继续摔打 这样让肉上劲而且口感做出来是Q弹的 一大碗的花椒水大概有七八两左右 加在一斤的肉馅里面 只要你顺时针的搅 然后再继续摔打 它肯定会搅进肉馅里面 都给它搅好以后 你看看特别的粘稠 放鸡精胡椒粉五香粉 酱油老抽和蚝油 继续搅拌上色 然后呢给上面呢放一勺料油 搅拌均匀锁住里面的水分 放冷藏一个小时再拿出来 放上你爱吃的配菜 我放的香菇和韭菜段 韭菜呢你不要切得太碎 韭菜放里面是提味的 这个时候你再放盐 包饺子之前放这样不容易出汤 我每天教做饭我不求别的 只求您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就是清点屏幕两下 感谢您了 包好包子以后 平底锅放油 放上包子 小碗中放一小勺面粉 多半碗的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倒在锅里面 盖上锅盖 大火八分钟左右 就熟了 您看 连包子皮上都吸满了汤汁 吃起来那就一个香 底部脆脆的 如果您每天不知道 吃啥做啥的可以关注我 我做的都是家常饭 适合每一个家庭 您看这汤汁 感谢您的观看